大家好,我是老肉 上期节目咱提到了 说世界上现存的海龟 还有七种 基本上都是宾微物种 其中最宾微的 数量最少的叫啃式龟 没少让科学家们操心 不过你知道吗 在拯救啃式龟的过程当中 著名的蓝色小药丸 竟然还做出了突出贡献 非常给力 今天的节目 咱们就从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啃式龟说起 说龟别木海龟壳里面有个利龟属 英文叫Ridley C.T.T. 为什么叫Ridley呢 竟然没人能说清楚 目前最靠谱的说法 认为是从Riddle这个词来的 也就是谜的意思 啃式龟就来自于这谜一般的利龟属 啃式龟主要生活在墨西哥湾和美国东海岸 渔民和水手们经常能在水里见到他们 看起来就跟其他海龟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在1960年代之前 有一个事很奇怪 就是其他海龟 你比如绿海龟红海龟或者戴帽等等 这些海龟在沙滩上都被看见过 也就是他们上岸产卵的时候 唯独这啃式龟从来没见他上过岸 也没见他产过卵 非常奇怪 怎么回事呢 某些德高望重的老渔民是这么解释的 说脑袋巨大的红海龟不太守规矩 经常往其他海龟身上爬 跟绿海龟和戴帽也没来眼去 勾勾搭搭的 所以后来就生出啃式龟来了 它就跟骡子一样 杂交出来的 没有繁殖能力 当然也就不用上岸产卵 是这么回事 而且因为这个传说呢 渔民和水手们都管啃式龟叫杂种龟 实在不怎么好听 那么世界上的啃式龟 真的是红海龟造的孽吗 当然不是 1947年的时候 一位名叫埃雷拉的墨西哥人 乘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 从墨西哥飞往美国 经过了一片叫做Ranchel Newell的海滩 埃雷拉往沙滩上扫了一眼 结果吓了一跳 海滩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点 仔细一看呢 全是海龟 他赶紧找地方停了个机 然后拍下了一段非常珍贵的画面 当时海滩上 不可能有四万只海龟 它们就像潮水一般涌到沙滩上 相当震撼 埃雷拉问了下当地人 当地人管这个叫Aribada 西班牙语里面相当于来了的意思 这么宏大的一个场面 竟然混了个如此敷衍的名字 就很离谱 不过当时对于埃雷拉来说呢 就只顾着震惊了 并没有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个未解之谜的答案 直到1960年代的时候 生物学家亨利·希尔德·布兰德博士 看到了这段视频 他惊喜地发现 视频当中的那些海龟 正是被戏称为杂种龟的啃氏龟 他们冲上这片沙滩 就是来产卵的 啃氏龟的绅士之谜 终于被解开了 不过与此同时呢 博士还在视频里面 看到了另外一件事 说1947年那次 埃雷拉不但拍到了 海龟大量产卵的画面 而且还拍到了当地人 有组织的 把龟蛋偷走的画面 慈海龟刚刚产完卵 把洞给埋上 很快就被他们给挖开了 一窝一窝的海龟蛋 被从洞里掏出来 堆在了沙滩上 然后他们开来卡车 把数以百万计的海龟蛋 全都带走 就像收获自己的庄稼一样 理所当然 根据估计呢 大约有90%的海龟蛋 在慈海龟产卵的当天 就被收缩了 这么大规模的收集 就说明当时海龟蛋 肯定有市场是吧 确实是这样 一个常见的说法呢 说海龟蛋虽然看起来很小 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不过一个海龟蛋的营养 就能顶得上五个鸡蛋 所以有些人就拿海龟蛋 来代替鸡蛋 而且除此之外 海龟蛋另外一个 传说当中的功效 才是它被市场热捧的 主要原因 到现在都有人深信不疑 什么呢 就是壮扬 当时有这么个说法 说一个海龟蛋 一被龙蛇蓝 男人就无敌了 所以海龟蛋摇身一变 成了种补品 自然能卖出不错的价钱 而且啊 海龟蛋这个传说 实在是太普及了 以至于后来 小药玩上市之后呢 还专门做了大量宣传 来打击这个竞品 他们有句广告语就很直白 说男人们不需要海龟蛋 因为它不会让你变强 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 海龟蛋没这个功效 而且顺带还警告说 海龟蛋贸易是违法的 甚至直接贴出了举报电话 看成是全方位的打击 那么在要起的大力宣传之下呢 海龟蛋市场 还真就受到了冲击 偷海龟蛋的明显有所减少 大大缓解了海龟保护的压力 肯石龟保护专家 拉里·麦金尼教授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 说小药玩上市 对肯石龟的保护工作 功不可没 值得表扬 好吧 虽然海龟蛋贸易 危害确实很大 不过对于肯石龟来说 还有更危险的 就是几乎所有的肯石龟 都在软桥牛河沙滩缠乱 这个事风险很大 有句老话不是这么说吗 说不能把龟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万一这个海滩遭遇什么不测 比如飓风 原油泄漏之类的 问题可就严重了 所以得想个办法才行 1981年的时候 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了德克萨斯州的帕德利岛国家海岸 飞机上打包着来自墨西哥的海龟蛋 这儿就是科学家们给肯石龟准备的第二个篮子 而且顺便呢 还有一个事儿需要验证一下 咱之前说了 说海龟一定会回到自己出生的沙滩产卵 这件事儿在当时来说的话 还没有被直接验证过 尤其是一只在墨西哥被产下 在美国孵化出来的小海龟 等日后它长大成龟之后 是回墨西哥产卵呢 还是回美国产卵呢 这是个问题 首先为了消除气味的影响 工作人员还特意带来了沙子 此海龟产卵之后 直接放在帕德利岛的沙子里 然后才打包带走 转运到帕德利岛之后 会在实验室里孵化小海龟 一个是有利于保证孵化率 另外一个就像咱上期说的 海龟蛋的孵化温度 决定了小海龟的性别 在实验室里精准调节温度 就能控制小海龟的雌雄比例了 比这部分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上期节目 那么等小海龟出生之后 还会有个仪式 把它们放在沙滩上 让它们自己往海里跑 你想啊 刚出生的小海龟本来就很萌 再加上一群小海龟在这赛跑 肯定招人喜欢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活动 已经成了帕德利岛的人气项目 经常被围观 当然了 工作人员这么干 并不是为了娱乐 其实这对小海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亲自爬过一段沙滩 然后在水里游游泳 这是他们标记出生地的过程 标记了什么呢 标记的是磁场 科学家们在海龟的脑袋里 发现了磁铁矿的微颗粒 这被认为是海龟导航的关键 小海龟会寄入沙滩的磁场强度和磁力线的角度 这就是家的坐标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 只要输入这个坐标 就能导航回家了 不过 帕德里岛的小海龟们在寄好了坐标之后 还会被捞起来 再回到实验室里 等十个月左右 长到接近二十厘米大的时候 研究人员会从他们的腹甲上 抠一块龟壳 安到背甲上 因为腹甲颜色浅 所以就形成了一块白斑 而且这块白斑 会跟着海龟一起生长 这叫活体标签 然后钳直上再打上个编号 就可以放归大海了 1996年的时候 科学家们终于等到了 第一只回家的啃食龟 它是13年前离开沙滩的 在产下一窝卵之后 又回到了海里 后来陆陆续续回家的啃食龟 越来越多 这第二个篮子就算建好了 当你看到一群人在海滩上 肆无忌惮地把海龟蛋挖出来 然后在整袋整袋扛走 拿去卖钱的时候 估计大部分人会很愤怒是吧 不过呢 世界上竟然有个地方 说挖海龟蛋是在旧海龟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得提到啃食龟的兄弟 懒西龟了 懒西龟是利龟属的另外一种海龟 一般直接就管它叫利龟 这兄弟俩呢 一个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海龟 一个是数量最多的 一个只待在老家产卵 一个闯荡全世界 俩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么利龟从绝对数量上来说 虽然是世界第一 不过也面临很多威胁 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那边 被列为异威物种 商业捕杀和贸易 那都是违法的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是受保护的动物 那怎么偷龟蛋还合法了呢 咱们去哥斯达利加看一下 说哥斯达利加有个海滩 叫奥斯纳海滩 这儿的利龟也玩阿瑞巴的 而且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利龟到这产乱 最多的记录出现在1995年11月份 当时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 就有大约50万只利龟涌上沙滩 非常的夸张 正是这么一个劲爆的数量 让海龟蛋的处境 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怎么回事呢 咱刚才说了 说每次阿瑞巴的 它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 海龟们习惯于晚上行动 也就是说 这几十万只海龟 它们是分批上岸的 不过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沙滩的供滩面积 就变得非常非常小 头几天的产完卵之后 基本上整个沙滩 也就没剩多少空地了 所以后面几天上岸的海龟 大概率就会挖到 已经买好的蛋 不但破坏了别人的窝 还搞得自己的蛋也买不好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呢 就是被挖出来的蛋 它会引来好多食客 什么海鸟 狐狸 浣熊 野猪 甚至汪行人 都来蹭饭 搞得沙滩上一片狼藉 海龟蛋的完好率 非常非常低 所以动物保护人员就想了 说与其看着海龟蛋被糟蹋掉 不如发动一下周边的居民 把头几天的蛋收掉一部分 收完之后平整好沙滩 保证后几批顺利产卵就行 而且呢 有了这块收入之后 居民们就会自发地养护沙滩 自觉地打击小偷 还能维护下游客的秩序 这对海龟来说是件好事 所以才出现了 合法采收海龟蛋的项目 说到这儿 可能有观众要问了 说利龟仅在这一个沙滩 就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冲滩 每年产下几千万个卵 怎么还是异为物种呢 哎 接下来啊 咱就来捋一下这个事 那么说海龟蛋孵化之后啊 小海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跑 他们从洞里钻出来之后呢 好像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陌生感 天生就知道大海在哪边 自己要去哪儿 骑刷刷地开始往海里爬 这就像小猪仔生下来之后 立马就知道去吃奶一样 是磕在基因里的一种本能 既然磕在基因里 就说明了这件事的重要性 因为对于小海龟来说啊 这陆地实在是太危险了 好多海鸟自打Aribada之后 就算好了日子 准备来大吃一顿 刚出生的小海龟啊 还比较软 大小也合适 尤其是海滩上到处都有 海鸟们就跟进了自住餐厅一样 随随便便就能吃饱 小海龟们就算爬得再快 在海鸟眼里都是一样的 吃谁不吃谁的全靠个运气 甚至就连螃蟹都能半路拦截它们 小海龟们也只能束手就擒 没什么办法 看着可爱的小海龟们被海鸟撕碎 确实是有点可怜了 是吧 不过呢 这就是食物链 海鸟们也得过自己的日子 而且科学家们说了 说海龟们之所以搞Ariba的 可能就是为了这个 什么意思呢 咱可以回想一下墨尔本蜘蛛蟹 墨尔本蜘蛛蟹蟹蟹的时候 就喜欢几万只聚在一起 大家一起退 用人海战术来度过褪蟹之后的虚弱期 就算黄鸟鱼来了 你也吃不了几只 用不到万分之一的损失 把天敌打发走 目的就算达到了 那么海龟这边也是这个逻辑 单独孵化一窝的话 还不够海鸟群塞牙缝的 分分钟就全军覆没了 成千上万窝一起孵化呢 你再怎么吃 大部分还是能漏过去 这就是Ariba的意义所在 对于成功达阵 爬进大海里的绝大多数小海龟来说 他们一生当中 再也不会踏上这片凶险的陆地了 只有极少数的雌海龟 会在成年之后上岸产卵 不过这个比例呢 非常非常低 因为大海里面还有更多的捕食者 在等着他们 其实科学家们一直有个疑惑 就是海龟喜欢生活在前海区域 珊瑚礁 海草床之类的地方 经常会被人类看到 不过有个现象很奇怪 就是在这些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个头比较大的 已经成年的 或者快要成年的海龟 很少见到那些 刚逃离沙滩的幼龟 大家管这个现象 叫做消失的岁月 幼龟们下水之后 就不知道去哪了 长大了才出现在潜水区 就像有段时光消失了一样 相当迷惑 当然了 小海龟们不去珊瑚礁那些地方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想啊 珊瑚礁里卧虎藏龙的 到处都是嘴 小海龟们又不擅长游泳 又没有坚硬的龟壳 不去潜水区送死 还是很明智的 那么小海龟们到底去哪了呢 其实它们刚一下水就会遇到大量的捕食者 肉食性鱼类 各种海鸟都会捕食它们 根据估计 大部分海龟在出生的当天就被吃掉了 非常悲惨 所以那少部分的 幸存下来的小海龟去哪了 才是问题所在 经过长期的研究呢 最近几年终于有线索了 科学家们在远洋漂浮的麻尾藻当中 发现了小海龟 这麻尾藻是褐藻钢的一种藻类 它属于随波逐流的类型 一大片一大片的漂在水面上 形成一个小型生态系统 什么小虾小螃蟹啊 鳗鱼苗啊都有 小海龟就这么躲在麻尾藻里面 随着水流在远洋漂荡 既找到了庇护所 又不愁吃喝 在这儿度过童年时光 应该比潜水区安全多了 不过啊 要说安全 那也是相对的 知道麻尾藻里有东西吃的捕食者 也不少 所以躲在麻尾藻的这几年呢 又会损失掉一部分海龟 如果以当初产卵数量为基数的话 最终能长大成龟 回到前海生活的成年海龟 可能只有1%到2%左右 而且啊 就算是成年了 龟壳变硬了 也仍然不能高枕无忧 咱们都知道啊 有个说法叫缩头乌龟 是吧 那么实际上啊 只有鹿龟和淡水龟 才会这么干 海龟是不能把头和四肢缩进去的 它们从不当缩头乌龟 所以你像是大白鲨啊 虎鲨啊 甚至虎鲸啊 这些顶级捕食者 都有可能袭击海龟 然后再加上人类捕捞 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呢 真正能活到性成熟 再次回老家产卵的四海龟啊 可能连千分之一都到不了 就算是数量最多的利龟 也仍然被列为了异微物种 就是这个原因 最后啊 咱再来分享几个事 说有人在驾船的时候啊 碰到个有趣的情况 一只海龟突然靠过来 跟着船游 还时不时的抬起头来 往船上看一眼 仔细一看呢 它龟壳上密密麻麻的 长了好多藤壶 船员们把它拽到船上 然后用刀子一点一点的 把藤壶清理干净 整个过程当中 海龟都表现得非常享受 像这样求助于人类 让帮忙清理藤壶的海龟 已经被报告过很多案例了 另外有段视频也很有意思 一位潜水员在水下拍摄 大老远的就看见只海龟 静止朝自己游过来 来到跟前之后呢 就在身边转悠 还跟镜头互动 再往后面一看 后背上吸着个海螺 等潜水员帮他把海螺摘下来 他就游走了 所以很多时候啊 你会觉得海龟是认识人类的 平时来说的话 海龟会使用珊瑚礁里的清洁栈 让清洁鱼们帮忙清理身体 海藻啊 寄生虫啊 这些都没问题 不过像藤壶这样的顽固污渍呢 海龟好像是知道 只有人类有办法搞定它 而且人类一般很乐意帮忙 所以他才来求助 也就是说 好多海龟对人类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不过与此同时呢 有个数据就比较扎心了 就是塑料垃圾对海龟的影响 据说超过50%的海龟都吃过塑料垃圾 有些是把塑料袋当成了水母 有些是误吞了塑料颗粒 这些积累多了 都有可能导致海龟死亡 如果被海龟发现 这些垃圾也是人类带来的 那难得建立起来的好印象 可能也就保不住了